哈喽 大家好 我是广师小凤 这个小梅啊 大早上的就给我送了一个这么大的这个洗衣机过来 现在呢 我来安装一下 肯定是他发工资了 夜底了 不然的话 他怎么可能会拿这么大一个东西过来 发工资了 还记得就说给我带东西 不错不错啊 这个怎么安装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个东西 就是我一个人的衣服 不用洗衣机都可以的 揭在这里 然后拉条线过来就得了 揭哪一头到底 小方 安装这个 会不会弄啊 揭这个管啊 揭这个管 对啊 也有水 不是这样揭的 那怎么揭啊 这边是扭这里后面的 这个是扭这里的 这里的 你是不是发工资了 给我买这个 是吧 是啊 是啊 我就猜到肯定是发工资了 不然的话不会给我买这个的 揭好了 扭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破费这么多 还可以给我买 这个揭不上哦 缺个东西 缺什么啊 你那个水龙头上面缺个转接头 我这种水龙头不行吗 不行 不行 那不行我哪里那个洗衣机也没用啊 还有啊 你这个电也没有 拿个电线过来 拿个排拆过来 排水哦 这里旁边排水的 排哪里去 排这里来可以吗 不行 排下面的只能用 排上面怎么排 都没有接口 上面 挖个洞啊 排到外面去啊 挖个洞呢 这房子不塌 怎么可能塌呢 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里面没了 可以洗多少衣服啊 几个人的衣服都没问题 三五个人都没问题 这种不是滚筒的 是吧 这种不是滚筒的 这种是叫什么 回不懂 这种不是老式的 是全智能的 你看 这么写的 康家的吧 康家的 品牌 那用不了 我拿你这个东西也没用啊 也没有其他办法 你这里就一个水龙头吗 对啊 那怎么搞 对啊 怎么搞啊 拿了这个东西也没东西用啊 也用不着啊 用不了啊 能不能充电的 充电用有没有做功能 你这个充电 然后我再拿过来这边呢 充电没有充电 没有啊 哦 拿到外面去可以吗 拿电线一起就有排水的了 水龙头啊 那你要买一个管 把这个牵到外面 拿个水龙头上面堆下去 买这种管吗 不是 软的 软管 一边一边接在水龙头上面 一边接在这个后面 水管是吗 嗯 那这个每天还要搬回来 你看到没有 请不要连接热水器 那每天我看上去搬不搬得动 我有这个 我搬不动啊 每天搬回来的话 搬不动啊 搬不动搬不动 太大了 拿了这个给我 我也用不了啊 我这里呢 就一个水龙头 又没有 好像冰箱 放 这个还是可以的 放这里吧 就是用不了你 对呀 我用不了啊 也没用啊 改天配一个管呗 还配 那我怎么排水 我要在这煮菜多 拿到外面去用啊 那我每天搬过来搬回去啊 啊 放这里用不得吗 那这里用是不用 你不是炒菜了吧 炒菜我再盖起来 得了啊 可以啊 要配个管就可以用了 现在用不了是吗 现在用不了 你这个 你看你这个 上面是套在这里的 这不是可以套吗 对呀 上面缺个东西 下面缺个头 抛不上去的 那怎么办 那你这个我也用不了啊 放进去吧 嗯 用不了啊 用不了 怎么用啊 你又说这个不能用 那个不能用 都用不了 配个 配个接头就可以了 盖先盖起来吧 盖起来吧 盖起来吧 照起来吧 照起来干嘛 你不用了 这个怎么用啊 你不买一个 那个就可以了 现在我用不了啊 你不说了吗 哦 还要照起来啊 保护一下嘛 发了多少工资啊 给我买这个 要不了多少钱啊 哎呀 要什么 要不了多少钱啊 我问你发了多少工资 给我买这个 要大厨鞋的哦 要不了多少 看人家这个牌子也很贵的哦 要不了多少 放那边去吧 这里没地方 我煮饭用那个 我帮你排工去吧 我来帮你帮 我来帮你帮 好 好